大家好我是尼可恩 那我们今天来聊聊Steven的状况 那他现在有说 他公布了一些要更新的利多 像是他这边有团队提出了Steven行动计划 就是要优化他两链之间的能源共享 还有增加他的铸造成本 然后延长他的铸造时间等等 等后续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运动鞋的合成机制 然后他现在有发布了铸造的卷轴 这边的状况就是他新的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DC人数也是有在80万以上 持续在慢慢增加 不过应该遇到一些瓶颈了 那推特人数有60万以上 那看一下数据 那数据的话他这两天出现了 那个Solana的大量被提取 SOL的大量被提取 就是可能有人卖鞋了 然后先行撤退了 或者是那个 因为目前的持续的钱还有300多万 还有300多万的钱 持续的钱还有300多万 看一下这状况 那GNT的部分 在昨天也发现 就是昨天也发现了有被大量取款 大量的被 被领走 就是卖掉了 大量的卖掉 取款卖掉 那GST的部分也是出现了 有大量的 大量的被卖掉 那也大量的 可能是内耗吧 可能是这几天他更新的有额外的内耗 所以才产生出这样的状况 那人数部分呢 他累积用户是新用户是 很小幅度的在增加啦 是没有在持续增加很多了 其实对于这个这个项目是非常 不太健康的 那新鞋产出 新鞋产出 16号的时候才产出 4000多个 越来越少了 那这就是大量的被提取出去的钱 就是 取款大于存款了 所以你们这些数据 其实都要先 每天记得去看一下 就是整个这个游戏的整个状况 再看一下他币价好了 他现在GNT的价格是0.59 这一波 最高的是到4元那边 现在可能就维持在这边吧 如果没有 有什么重大的利空的话 可能还会再下去 或者是持续再被卖下去 虽然他会消耗啦 可是 要看他后续的状况 那现在 BSC链上的GST 他现在有0.4 现在0.4了 这波跌下来蛮 这波跌下来 回本期真的拉的很长 假设真的有玩的话 那回本期拉的比较长 那 S 那个 Solana 电上的 这一波就维持在 0.2上下 看他后续的状况 也要看这个项目方后续 是怎么处理 因为加上现在熊市 遇到一个大瓶颈啊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那看后续 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在下面留言 就大致分享一下那个 Steven的状况 好感谢各位收看 3 4 6 8 10